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三则的制作 第三则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采用的是ROV减速机 不是中空型的ROV斜波减速机 这个减速机ROV高昂的 减速机是根据2000瓦配2000瓦的伺服电机 对应它的因为我们得到2000瓦伺服电机 就知道它的减速机的一个型号 因为它2000瓦的伺服电机 它的轴的直径是多少 我们刚才看的这个轴的直径是22吧 所以它对应的你的这个 就是我们那个ROV-N这个减速机 它的连接轴这个轴的轴径 就可以知道它是多少 应该对应的是125N 好 我们来打开125N的一个减速机 好 我们打开这个ROV125N减速机之后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将这个减速机放至这个正侧面 如果我们要放在这个正侧面的话 我们要考虑的是你的这个伺服电机 和这个伺服电机不存在一种干涉 所以我们这个目前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摆动到 就是说它这个尾线的这个部分 我们暂时把它放在这边来 就是说刚才我们在装配的时候 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把这个就这样的放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先配合一下 让这个面和我们这个伺服电机的这个面呢 是互相平行的 然后它的高度呢 我们大概的在这个面上 我们来大概的来移动一下 你要考虑到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大 所以它肯定要往 大概在这个位置差不多 就是说你的 你的四部电机装上去之后 和它是没有干涉 除了这个尾线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应该长那边 应该没有什么多大的干涉 然后高度呢也没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 你这个位置要这样 但是不要往这边偏 它会偏心力会比较强 所以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垂直方向呢 我们尽量的让这个B呢 跟这个 就是说不要超出这样的一个边线 所以我们垂直的方向 要往 就往这个方向低一点 再看一下 好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先把这个位置先定死 然后呢 我们这个位置呢 我们暂时先不动它 先把它大概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接下来 把它固定一下 待会我们在最后做完了之后 再重新的装配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先把它固定 固定之后 然后我们再插入这个 两千瓦的一个伺服电机过来 同样它的这个 这个减速机和我们 之前这个不一样 它的输入的这个齿轮 是不需要我们绘制的 是我们买了之后它就有了 就是说你买这个伺服电 这个减速机的时候 它会赠送给你 按照你对应的 伺服电机的型号给它 它会配对一个 给你 这里我们就 大概的 弄一下 这里我们只是大概的 做一下 实际上不是这个 输入齿轮 我只是给大家 模拟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呢 伺服电机是没有干涉 同时它的正立面 正立面的位置也差不多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 就可以在这个侧面 来做一个 来制作一个固定 它的一个 一个板的位置 这个板呢 我们要在这个面上做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 这个板呢 就刚好与我们 这个J1轴的这个壳体 是相连接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 编辑零部件 显得 技术显得这个J1的部件 然后呢 它会问我们 拉伸 我们显得哪个面 我们应该显得这个 部件的面 按Ctrl加8 这样呢 会更 方便 我觉得这个上 好像高度有点高 是吧 高度有点高 管啊 这高度呢 我们有点 问题 好 然后呢 这边 这样子吧 这样子吧 这壳体的形状 最后我们还要改的 啊 这两个 一定要相切 这样子 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地方给减掉 然后我们再把它拉伸成 拉伸到厚度稳20分 这样的一个壳体在这个上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一有点往这个方向偏 二呢,这个高度也有点高 所以我们还要把它改一下 结束机,结束机 发动 感觉要吧 高度 很高 尾 然后呢 前后的线 这样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编辑 这个兔毯 我们撒掉它 重新的编辑一下 挖身 这个我们先这样的不要 跟它相同 写220 220 大一点 但实际上 因为我这里看了线的那颗星象 会导致这种问题 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剪掉 这个 马上斜的剪 这个 这个来相切 现在看一下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差不多 这个箱体 这个箱体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不要把这个中心给盖起来 就可以了 然后 这个上面呢 肯定是要把 LOS COM的 M10的孔 刚好就是 在这边穿过去 这边穿过去 这是M10的直孔 这是M10的直孔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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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之后呢 接下来 你就直接在这个箱体上 和刚才 和刚才 我们前面 制作这个 部队一样 在这个上面呢 再去 拉伸一个 空壳体 把这个 包起来 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拉伸 同样我们先编辑一下他 炒 policing 接着 Türkiye 很快 优优独播剧 一点 这里我就不画螺丝孔了 我们直接把这里东西全部都复制 因为时间问题我们不会 直接这样的 还有这里 把它拉伸 拉伸到银面 大家想办法让这个和这个合起来 其实就很简单 在这个面上 我们只要直接实际地拉伸它就可以了 这不用新链 刚才这个面要拉伸多一点 谢谢大家 然后有点坠率 你看到里面是空的 都是空心的 就是说你看到电机这样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绘制它的壁 这壁和我们刚才在画中的编决里 就是这个结构 这种结构 这不画了,直接插入过来给它看一下 时间问题就直接搞过来了 是这样子的 搞过来之后,我们配合一下 这个面 跟这个面 对齐 这个圆 这个圆 对齐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壁的这个结构 这结构做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去插入一个另外一个伺服电机 和刚才一样的 其实呢 这里我们就是 而为四十二岩的 为什么呢?它不是中空的 直接就找到那里 伺服电机上 同样呢 它的壁侧 特别 那样再把四十二电机插入进来 这里我们用七百五十瓦 画个样子 那个输入轴也可以翻过来 这里都不说了 你可以把输入轴翻过来 因为我们主要的是讲它 是什么什么结构 怎么怎么制作的一个过程 好 给它留一点距离吧 那一次不推 然后我们在上面呢 这个呢 和刚才那个齿轮一样的 我们先要把它的中空型的减速器 RV 是-10 RVC型 就是这个 这个伺服 这里是一个中空型 这里有一个轮子 这样呢 齿轮裂合传动的方式 来进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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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